因为地图讲到这边 我们再把行政区也加进来好了 因为时间还够 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这边14日这个住院 14日再住院日 各位你要知道说 我们这里面的行政区是哪一个 行政区的话是这个 subitem name 这是行政区 就是顺便教一下 有限制有行政区的这样子一张图 因为方便我去讲这个视觉化 这边有一个很棒的视觉化 叫树状图 好首先麻烦请点 请点第一张左上角这张图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跟时间的关联性 来去做分析的 所以请选这一张图复制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麻烦请点到第一页贴上 然后我们这个叫做各县市 各县市的那个14日再住院日 14日再住院日 各县市14日再住院日 既然他这边已经标榜了 我已经有时间了 所以我就想要知道说 那县市的表现是怎么样 所以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我们用树状图 树状图 树状图 首先这个树状图呢 我们就去直接 对不起 通常树状图会搭配原型图了 好对不起 请把它改成原型图 原型图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就是说各县市的一个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勾 这个县市别 不对 是县市名称2 县市名称2是我做的 然后记得把这个 这个院所指标值 放来直这个地方 然后请把它改成平均 平均而不是加总 那一样跟刚刚我在介绍 各位你一定要知道说 为什么这边我放那个 院所指标值的平均 就是在这个辖区里面的县市 他的院所的指标平均值是多少 把它呈现出来 但是原型图这边 一样出现跟刚刚六区 那个业务分区产生一样的情形 这是根本就没办法比 而且大家都一致 那你会说 老师刚刚这边不是可以比吗 不能这样子用加总 为什么不能用加总 为什么不能用加总 是因为说 假设你今天 如果全部都把它加起来 会不会是因为 像那个台中市的医院诊所的总数 多很多 反正我们做这件事 应该是要再做一个校正才对 就是把那个医院 地区医院 那个教学医院 还有诊所的总数 来去做所谓的一个 一个 这个 英文叫做 Normalization 中国应该叫做正规化 好 不想要各位 可不可以理解一下这件事 否则这样比较其实都会产生一个不公平的情形 而且不可以用加总来去做比较 应该是用平均值 所以改成平均值之后 请问一下 你不觉得好像各县市都差不多 全部 他所占的那个比例 所以0.12 0.12 0.11 0.10 是不是都很接近 所以不适合用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请选择这个树状图 用树状图的好处就是别人只会在意第一 第一 第二 第三 例如说第一名是嘉义县 第二名是嘉义市 第三名是金